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邊的話呢 用這個食指和弩命指 然後 食指負責 第三弦的第14格 這樣子也就是第一個音 然後這個譜呢 它那個其實是一個負點 所以 等一下 那個15到17不是有一個寬號嗎 我們要滑音 這個是裝飾音 也就是你的無名字 壓15 第一弦第15 然後滑到第17 像這樣子 獅子先 手指黑黑的 不好看 大家這個 見諒一下 獅子先壓第14 吉他應該不會有事吧 這個 14格 第三弦 然後我們 彈了之後呢 然後再從 15 第一弦第15 15 然後滑到17 這個是一個裝飾音 所以你直接滑就可以 像這樣子 好 然後滑過去之後呢 再彈一次14 然後做連續滑音的動作 14 17 然後 16 17 14 17 16 這樣子 那這個 因為我現在沒有用效果器 所以 你們可以用這個 呃 破音 我們今天講的是那個 呃 還沒講今天講什麼 今天講的是 傷心的人別聽慢歌 的solo 那個 十指 滑過去 然後這邊連續滑音 14 14 17 然後 16 17 像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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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彈一次 就是你彈一下 然後其他都是靠滑音 然後再回到14 這個14是 要彈的 也就是最後一個14是要彈的 然後再到16 16的話 用無名指 用無名指 然後再接 用的 十指按中指 中指先彈第二弦第13格 然後十指彈第二弦第12格 也就是 16 然後移到 13 12 然後做一個推旋的動作 從第15推到第17 再放下來 推 放 然後再勾 就是你十指按住第13格 然後勾旋 像這樣子 只彈一下 可是有三個音 像這樣 1 2 3 所以這邊是 OK 那我們現在到第三小節 第三小節一樣 然後這邊的話是 就是 十指 用十指 中指 小拇指 十指在 第12格 中指 在第13格 小拇指 在第15格 好 十指 中指和無名指 不好意思 都在第二弦 十二十三 然後用 你的無名指和中指 一起 把第15格推起來 推起來 推起來 然後這邊我們要 讓這個聲音延長 延長 然後再用小拇指 壓住第一弦第15格 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連續的推旋 連續的推旋 然後只彈一次 幾度只彈一次 不是一直彈 好 這樣子 接下來會比較難一點 這邊是一個 六連音裡面的三音 所以很快 像這樣 用 錘 勾 十三 先按十三 這邊只彈一下 但是有三個音 先按第二弦 第13格 彈一下 然後無名指錘 十五 然後再用十五勾 先彈十三 錘 勾 這樣子 這樣子 往下拉就可以了 然後再將十指 按到第12格 第二弦第12格 你可以用滑的 然後這邊也是 移過來之後 12 13 然後再用 錘的 12 13 彈 然後再用無名指彈 第三弦第14格 第14格 和12格 這一串 就是這樣子 無名指滑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 滑音 彈一下而已 最後一下要彈喔 然後再來是 第三弦第16格 然後第二弦的 然後第二弦的 12 然後這邊是 推再放下來 然後勾 然後中指 按第14 第三弦 我們現在來第三小節喔 然後一樣 滑到 第17格 第17格 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邊是 十指中指在第二弦的 第12、13格 然後推 然後延長 像這樣子 然後再連續的推弦 一個三連音 然後一個三連音 吹勾 彈一下而已 三個音 然後第12格 13格 用十字按中指 然後再無名指彈 第三弦的 第14和12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到 第6小節 第6小節的話是 也是一樣 這邊呢 我們 滑到第17格的時候 無名指就可以直接彈 第4弦的第19格 然後再17、19 用錘的 17、19 這樣子 也可以用錘勾 示範一次 然後 接下來到下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呢 會比較困難一點 這一段呢 是 錘勾音的地方 我們先將中指和十指 彈第2弦的 第13和第12格 然後這邊是錘勾錘勾 彈一下也有4格音 然後14、12 第3弦 然後再來第4弦 然後再來第4弦 第14 這個叫做五聲音階 這是一個 一個比較藍調的彈法 它不是五聲音階 不好意思 我說錯了 這是很常見的一個演奏方式 然後重複 第三弦的14、12 你也可以用勾的方式來彈 然後下一個是15和13 這邊用小拇指 有的人會用無名指和食指 我不太建議 因為這樣練不到你的小拇指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要彈快的話 這樣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然後我們東方人其實 手比較小 跟西方人不太一樣 所以建議把小拇指練好 15用小拇指 13用中指 在第2弦 這邊會比較難大家要練習一下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十指移到第1弦的第10格 還有第12格 用無名指 然後滑到第17 就這樣子 那我整段彈一次 最後一個要彈 最後一個要彈 稍微複習一下 全部都用滑的 最後一個音要彈 然後再來 推 放下來再勾 然後再用中指押第14 然後再滑 滑 最後一個要彈 這邊記得 推上去之後 要延長音 連續 垂勾 這邊是連續的垂勾 所以每個只彈一下 第二弦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當成梅弦彈一下而已 接下來是小拇指 大家一定要練習這個 一定要用小拇指 切記 一定要練習 除非你的手跟老外一樣大 那我沒話講 好嗎 好了第17 是嗎?